根據南韓國防部釋出的消息 韓美的空軍舉行空中聯合軍演自由旗幟 時間長達兩週 已經從21號開始 可以看到C-130H運輸機空投物資 還有CH-47在空中飛行 物資一落地就有人員收集 另外參加軍演的 還有駐日美軍以及澳洲空軍 已經抵達金海基地 美韓聯合軍演一年實施兩次 這次駐韓和駐日美軍的F-35和F-16等 一百多架戰機也會加入訓練 鏡頭轉到日本名為力艦的美日聯合軍演 從23號開始 總共10天的海空軍演 將會出動40艘艦艇 370架飛機 練習聯合戰鬥 美軍最先進的F-22戰鬥機 也會首次加入訓練 力艦演習每兩年舉行一次 這是第17次實施 有日美指出 力艦軍演是擔心台灣有事 而實施的大規模軍演 而整個朝鮮半島的情勢依旧不樂觀 而這些傳單已被證實飄向南韓首都圈 其中一個還墜落在總統府 雖然沒有發現危險物質 但南韓政府已經發出警告 記者綜合報導